好了,我再回应这一点,这是说,为求以先,神已经知道,这个重要性是什么?重要性是神知道,神知道,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,但不代表不祈求,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说祈求,但圣经说,耶稣也说不要用重复话,这是说,因为神已经知道了,有些人以为他们话多了,必蒙谁听? 其实不需要重复话,其实圣经更多应许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,爱神甚至为我们预备,眼睛为神看见,耳朵为神听见的恩典,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,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,所以圣经里面应许很多,我们亲近神,爱神,进入神的同在,在神的同在, 藏在我里面的,藏在耶稣里面的,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,我们就多结果子,就是说,我们祷告,很重要是,爱神,信近神,住在神的同在, 这些圣经有很多应许,例如以耶稣为乐,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,以耶稣为乐,祂就将我们成价地的高处,圣经很多应许是讲到,我们怎样以神为乐,喜悦神,爱慕神,看重神,敬畏神,将神放在守卫的手, 也同时当然是,亲近神是重要,耶稣的意思是说,你不要以为你想得到什么,你重复地告诉神,重点是这点,不是重复,更多是,去亲近神,相信神的同在,相信神的爱,一边爱慕神,神的祝福就临在, 但,我们应该祷告吗?应该必定要祷告,不祷告,与神不能连接,就没有祝福的,所以,祷告最重要是与神连接,最重要,祈求是,不是最重要,因为圣经强调,爱神,亲近神,多于祈求,祈求是应该的,但不需要重复祈求, 这个是我的重点,明白吗?还有没有?不明白的, 有没有?不明白的,而且神的同在,带来祝福,在旧约身,信约都有的,不同的经文讲到神的同在, 牧师,我想问一下,就是说,有时候我们祷告,就是说, 你为哪个事情祷告,一直祷告到成全位置,是不是? 再说一次,就是说,我们为某个事情祷告的时候, 一直传说祷告到这个事情成全的时候,我们才不去为他祷告了,是不是? 是的,你可以继续祷告,继续祷告,那这样的善,那是重复祷告啊? 例如,你想照有度改变爱主啊,你一生祷告,他们都有些人改变,有些没有改变, 我们都继续为这个祷告,但同时,我说,祈求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, 照有,与神的关系不好,我们就教导他们怎样,亲近神,爱慕神,神的同在改变他们, 比较但是祈求更有效,你想,他们生命改变, 但你不停地求啊,神啊,帮助他们,爱主了,爱主了, 但不停祷告,他们还是不爱主,我们也使用爱慕神的祷告, 亲近神的祷告,敬拜的祷告,他们敬拜祷告的时候, 神就在他们生命中改变,神就更新他们的生命, 因为是神的同在改变,所以圣经不但是将重点放在祈求, 但我们应该祈求,应该继续地为祂祈求, 但同时也教导他圣经,也告诉他,你亲近神,神很喜悦的, 你尊重神,神很喜悦的,也教导,也跟他们一起敬拜神, 这个,所以得到得安,得到我们的神的对我们的帮助, 不但去祈求,还有圣经说的不同的方法, 例如有病,不但去祈求神来依据我,依据我,依据我, 不但去祈求,而是在神的同在放下中断烦恼, 越轻松神的同在更容易医治,但也可以求神去医治, 我们想更多人信耶稣,不但去祈求, 我们也应该祈求,但我们应该, 生命充满神的同在, 我们与人一起的时候,有恩典,有怜悯, 有爱心,有神的同在, 这样的话,我们更容易影响人, 所以说,所有的事情,我们想神帮助我们, 祈求是一个方法, 但我们在神的同在也有教导, 也有尊重神,活出神的恩典, 各方面会带来神全面性的祝福, 圣经没有,但是说你祈求,问题就解决, 例如保罗传道不但去祈求, 祈求他赞美主,他有神的同在, 他去传道,去每一方面配合一起来带来改变。 我有没有回答你呢? 好的,但继续祷告没有问题, 继续祷告,但你不需要一天一百次说, 神啊,更新祂的生命啊,更新祂的生命啊, 不需要一天不停地说这句话, 你说很多次都没有问题, 但不要以为你说了多就会蒙随听, 随听,你关心你的儿女, 当天你为他祷告很多次,没有问题, 正是不要以为你祷告很多次, 他就改变, 也需要我们的生命影响他爱心啊, 也看他愿不愿意一起祷告啊, 这样去改变,我们自己有神的同在也可以帮助他改变。 还有一个问题哦,就是罪的问题, 就是每天换了口舌的罪啊, 不曾。 关于有罪,我们必定悔改,求生生命, 也去改,必定是这样的, 我刚才去,意思是这样的, 有些时候,我们生命还是有软弱, 我们就求生生命,我们去改, 但还是改不够好, 有些人改得不够好的时候说, 我还是不够好,神不喜悦我, 我就说,不要这样想, 但你还是在改, 例如有些人有低沉,不开心, 很多人都容易有这个情绪的, 他就说,帮助我, 想着神的恩典, 其实喜乐的秘诀是想着神的恩典, 神喜悦我,庆幸他, 我们就庆幸神,也相信神喜悦我, 我就越来越平安喜乐了, 但还是有不开心, 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悔改, 求神帮助, 就不要继续控告自己, 继续,我要改变,我就开心了, 我就感谢神,我就可以开心, 但关于对付罪, 我会说, 切底的对付罪, 为什么呢? 任何罪都有破坏性, 任何的负面思想情绪, 里面有烦恼, 都有破坏性, 所以我在里面, 我尽量处理, 我有不开心, 有些人令我不开心, 或者是有困难令我不开心, 有责任令我不开心, 有烦恼, 有重担, 我就说, 越有重担, 越没有力量, 所以我就说, 我就化解这个重担, 我就说, 神帮助我, 神喜悦我的努力, 我在努力, 神很开心, 我尽力去做, 神就喜悦, 我的生命也改变, 我不需要烦恼, 因为人的问题, 我不需要烦恼, 我用个人的方法, 化解, 化解这个重担, 化解这个烦恼的原因, 然后我就说, 我可以开心, 我就会尽量, 让我所有的烦恼都处理, 或者是对人的负面的看法, 完全地处理, 让我不要对人有任何轻看, 不喜悦, 觉得他是麻烦, 都尽量地处理, 让我全然地正面地对他, 这个是我尽量地处理, 我自己去, 因为我知道任何小罪都有破坏性, 例如, 例如在这个聚会, 很多人都很开心, 但有一个人不开心, 他说一些不好的话, 我就是用这个例句, 没有这个情况, 我的心就说,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啊, 为什么这样说这些话, 这个就影响我了, 令我失去我的喜乐, 我为什么要失去我的喜乐呢, 他如果说什么话, 不要紧的, 不要紧的, 这是我可以尽量帮助他, 我可以放手, 我就会尽量用神的应许, 神的, 神应许地帮助我, 处理这个情绪,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例子, 营量, 有美女, 看到美女, 有一撒子, 一个意念, 马上就说这个有破坏性, 不要看, 不要想, 不要被影响, 马上处理, 不能处理, 就赞美酒, 哈利路亚, 赞美酒, 神使于我圣洁的, 就尽快地处理, 这个是我, 因为我知道, 神在每一个生命都有奇妙计划, 我很相信的, 如果我听从神, 神就为我开路, 更大的路, 将来影响更多人, 这个是神的计划, 但如果有罪, 就有破坏性, 所以我处理罪, 是很切底的, 但我去告诉人, 有很多人想处理, 还是要烦恼, 来源, 当我发觉, 任何人, 任何事情, 被我影响, 首先我们接受, 这是人的罪性带来的, 不要觉得, 哎呀, 我又罪的意念, 哎呀, 我真不好, 不要这样控告自己, 而是说, 这是罪, 求神赦免, 我也尽量处理,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的程度, 我接受每个人, 不需要重新的成长到这个程度, 我就接受, 我不需要背负别人的担子, 人不好, 我不需要背负他的担子, 也不需要吃他的垃圾, 他不好, 我不需要吃他的垃圾, 他说什么话不好的, 我不需要吃他的垃圾, 我就放手, 我去尽量整天在一种喜乐平安, 祝福人的心态, 放下自己的心态, 放下自己的所有的, 我自己的自我, 我的任何的骄傲, 任何的不好的东西, 所有的情欲, 任何东西我都处理, 让我全然的蒙神的喜悦, 这个是我的心态, 但我是这样说的, 很多人, 这是我自己也是这样, 我不是完美啊, 这些意念还是出现, 出现的时候, 我不要控告自己, 哎呀, 你今天又有不好的意念, 不要控告自己, 马上悔改, 马上处理, 就可以了, 这是我的终点, 不是说不处理罪, 只是在... 处理问题就是处理我的问题, 其实很多的时候, 不管疾病啊, 什么的, 都是情绪, 就是没办法处理, 所以身上其类的, 好了, 如果我们有负面情绪, 负面想法, 怎样改变呢? 我会说, 用各样的智慧, 用各样的经文, 不同的教导, 一起去处理, 任何方法, 合乎圣经都可以用, 例如, 你烦恼, 可以用什么方法处理呢? 第一, 神在帮助我, 我不用担心, 虽然我做得不够好, 神还是继续有耐心帮助我, 所以不用担心, 第二, 人的问题,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, 第三,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, 第四, 当我正从神, 神很喜悦, 所以我可以很正面, 我正面对我有益处, 这是各样, 从圣经来的教导, 合乎圣经, 都可以应用, 来处理里面任何的负面的想法, 或者是情绪, 但很多人的问题是什么呢? 他们不知道需要处理, 很多人烦恼, 不知道需要处理, 觉得这是我的日常生活, 日常生活就是烦恼了, 什么事情要做, 很多烦恼, 以为这是必然的, 这个第一, 很多人以为, 第二, 觉得不能改变, 我整个生命都是烦恼, 怎么可以不烦恼, 怎么家人不好, 怎么不能, 怎么可以不烦恼, 他们有这些意念, 或者是他不好, 所以我烦恼, 这是借口, 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处理, 很多借口, 但如果我们说我有烦恼, 是对我们有害, 没有益处, 我也可以改变, 任何负面的想法都可以改变, 我们就, 有些, 里面这个思想系统已经是, 很负面的, 每个生命, 就好像你做一个花园, 有些人做这个花园很美丽, 有些人做这个花园, 很多野草, 很多荆棘, 很多不好的东西在里面, 生命也是这样, 有些人的生命, 是很负面, 人不好, 他们遇见的事情也不好, 为什么呢? 烦恼的人就, 召集很多烦恼在他身上, 为什么呢? 他对人烦恼, 别人就对他烦恼的, 我平安喜乐, 人就对我平安喜乐的, 我的关系, 也没有什么烦恼的, 有烦恼我就处理的, 但有些人, 他们人之关系不好, 言语不好, 内心不好, 做事不好, 什么都学得不好, 也对神很负面, 埋怨神, 所以里面都是垃圾, 在生命里面很多垃圾, 他们很难以杀子, 全都处理好, 但他们开始处理, 有些少进步, 他就可以鼓励自己, 我今天有些少开心了, 感谢神, 因为如果整天都烦恼的人, 很难好像我这样, 哈利路亚, 感谢神, 因为我已经决定, 所有烦恼都放下了, 我决定任何的烦恼, 我任何做错的事情, 已经是过去, 我不需要继续烦恼, 所以对我来说, 我清除负面的想法, 很容易, 因为我已经除掉, 大部分这些烦恼出现, 我马上就处理了, 但有些是比较难的, 我就鼓励他们, 你稍微改善, 你就欣赏自己, 你感谢神已经改善, 但不代表你就停在那里, 你继续进步,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, 你稍微进步就感谢神, 虽然还有软弱, 不需要必须的控告, 有罪马上就悔改, 也处理, 但有些是这样的, 整天处理还是不开心, 为什么呢? 因为里面已经太多垃圾了, 思想系统, 这个观念, 全都是错误, 这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, 你有没有发觉, 有些基督徒跟你说话, 都是说人不好, 事情不好, 很烦恼,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? 我相信很多很多, 就好像里面已经很, 这些就是盈利啊, 盈利, 在里面已经很坚固的盈利, 但这个盈利就是, 用神的大能, 将所有拦住人, 认识神那些自告的事, 一概都恐怖了, 但这个恐怖是不是一天的工作了? 有些小不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